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我们曾经自意妄为 或者是我们压力很大的地方 现在都已经有趋缓的一个状况 之前你一直觉得很多限制或者是很多痛苦 现在首先要恭喜大家 这个限制跟痛苦已经被处理或被解决 或者是它有减缓的趋势 那我们就有机会松一口气 或者是回头过来想一想 那我们要怎么面对一个新的局面或新的状况呢 那土星的退行 它也对所守护的摩羯座同学有一些影响 摩羯座同学应该也开始比较冷静理性的 可以去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涯跟人生 那当然这对上位者来说 也是一个重新调整自己 或者是你在你的工作事业的计划上面 重新布局的好时机 此外呢在这一周尤其一整周到周末的时候 是火星跟木星对分享 越来越对分的一个时候了 他们对分在双子跟射手 理所当然的它会引起跟教育有关的话题 比如说学生跟老师之间有所冲突 或者是补习班教育界等等事件频发 这也是一个大家拿出行动来好好讨论的时候 还有这也意味着所有的人都要注意交通安全 不管是高铁啦飞机啦或者是高速公路啦 或者你的车子到底平常有没有好好保养呢 不要竞赛不要竞速安全为上 我们来看一下对个别星座的影响 以工作上来说金牛处女射手跟水瓶是有感应的 金牛星座的朋友在工作方面呢 有点像是不是难关你就不会去碰它 所以最近有点要突破万难的这种事情 一再一再的发生 那没关系关关难过关关过你会过的 另一个呢是处女座 处女星座的朋友在工作方面 虽然志在必得 应该是你的囊中之物 可是也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大家都很想要的东西 就会有竞争者出现 所以只要你守好 不要掉以轻心 我想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另一个呢是射手座 射手星座的朋友在工作方面呢 你有点过劳的迹象 你是不是扛了太多的责任 或者是该你做不该你做 你全扛了 实在没有必要 有时候要让自己松口气 或者是按摩一下 另一个呢是水瓶座了 水瓶星座的朋友在工作方面相当的有创意 你最近会有福祉心灵的一些点子 赶快把它记下来很有用哦 我们来看感情方面 那是白羊 巨蟹 天平 跟天蝎了 白羊星座的朋友 在感情方面最近认识的新人很多 这些人都相当的有意思哦 从朋友做起咯 感觉不错 就再继续 另一个呢是巨蟹座 巨蟹星座的朋友 感情方面有点钻牛角尖 而且你在钻你自己的牛角尖 别人并不懂你为什么要这样自苦 那就变成你一个人的恋爱了 这是不行的哦 另一个呢是天平座 天平星座的朋友最近会遇到你的菜 他很可能看起来很可爱 让你心花躲躲开 可是你有点害羞 或者是有点被动 这就有点可惜了 另一个呢是天蝎座了 天蝎星座的朋友 非常两极话 要不然就是感情很甜蜜 要不然就是处处受嫌弃 不知道你是哪一种呢 我们来看金蝎方面 那是双子跟狮子了 双子星座的朋友 在理财方面你有点太过随性了 而且你的花费可能比你挣的钱还要多 自己多当心哦 不能够只凭直觉哦 理财一定要很小心的写下来 另一个呢是狮子座 狮子星座的朋友 请靠着你的努力哦 只要你愿意努力 理财也好 工作也好 都有加薪 或者是理财成功的机会哦 我们来看健康方面是摩羯跟双鱼了 摩羯星座的朋友最近睡眠问题很严重哦 睡不好的确会带动你的身体也慢慢的走下坡 所以睡眠先处理好 先解决好 我想就没有问题了 另一个呢是双鱼座 双鱼星座的朋友 你要注意的是交通安全哦 还有除了交通安全以外 你有点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或想法 这也会导致你有点心理上的压力 然后就导致身体健康出状况了 所以请注意咯 感谢观看